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呢在德国超市买的 它叫Graupen 我呢查了一查 翻成中文呢叫大麦 我们小麦是做成面粉 这个是大麦 我在用两身水煮了半个小时就是变成这样了 这个就是粗粮营养成分非常高 然后呢这个汤我们还需要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芹菜根 一个圆的芹菜根 然后我洗干净 爆了皮以后呢切成丁 这个呢是香菜 但是不是我们中国的香菜根 是欧洲的香菜 它德文叫Pitazilian 香菜根我切成了丁 爆皮切成丁 然后这个是大葱 我切成了像戒指一样的圈圈 这个是洋葱 这个是洋葱 切成了丁 然后胡萝卜丁 还有这个是小豌豆 我们还需要的是素菜精 我做菜经常用素菜精 这是我最喜欢的素菜精 这个公司 我没有 我不给他做广告 如果大家如果需要知道的话 我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给你们链接 这个素菜是必有就纯自然的 非常棒 然后我们还需要黑的胡椒粉 和月桂叶两片 好吧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 我们用中火在锅里倒上油 然后立即倒入切成丁的洋葱 这时候一定开小火 让它慢慢的煸 一直到洋葱有点透明了 那就是洋葱味全部煸出来了 先放入芹菜根 切成丁的芹菜根 然后放入香菜根 这是欧洲的香菜根 土耳其的香菜根 跟我们有一点点味道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倒入胡萝卜 这时候我们用的还是中火 大概煸两分钟以后倒入水 水的量只要浸没所有的蔬菜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两片月桂叶 盖锅 盖锅 让它用中火炖半个小时 再加一点点水 用中火炖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 所有的素菜都已经煮熟了 而且已经有点烂 但是呢不能很烂 还是成型的烂 我们就我就放入小豌豆 然后将月桂叶捞出 放入我们我事先用水煮过的 大麦粒 珍珍珍珠大麦粒 这个呢是粗粮 非常有营养价值 而且呢很很健康的 然后加入剩下的水 我一共是加了一点五升的水 这根据大家的喜好 如果是需要薄一点的汤的话呢 就多加一点水 然后我加入了肉肠和大葱 然后再关锅闭锅煮15分钟 加入素菜精 这道菜谱是非常典型的菜 是二战时期 很多德国人没有缺粮的时候 他们就用大麦 大麦煮成粥 煮成汤 我觉得很像我们中国的那个咸泡饭 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一定试一试又健康又美味 整个过程我没有加一点点盐 好了结束 婆婆的珍珠大麦汤 做好了 这道汤真的是非常健康 说说花一些时间 因为它所有的食材 要花大概半个小时才能煮熟 然后它那个大麦 要事先也要花半个小时 先把它张开像粥一样的 我打电话告诉我爸爸妈妈 他们到德国来下一次肯定会喜欢 有点像我们上海的咸泡饭 真的太好吃了 整个一锅汤我没有放一粒鹽 好我试一下 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 再试一下这个肉 如果你是素食者 这个肉肠就不用放 这个汤还是那么好吃 嗯 谢谢大家给我频道一贯以来的支持 你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好谢谢大家 你如果做过了喜欢这道汤 请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会很高兴看到你们的留言的 好再见 下周四见 下周四见 下周五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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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place